報告委員會 現在進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四條 請先讀條文 第四條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四條 經各級衛生主管經文認定 應強制接受居家檢疫 集中檢疫或隔離治療者 於檢疫或隔離期間 其任職職公司立即關口學校團體等 應給予工匠部署相關法令規定出限制 感染本疾病之病人 應前向隔離治療 指影響其家計者政府 依發放防疫經貼並予以適當輔助 前向防疫經貼數額輔助標準與發放段階 由中央莫第四條 儲管經關定制 宣論完畢 現在進行國黨團推派代表發言 請鍾佳斌委員發言 請鍾佳斌委員發言 主席在黨委員先進 針對國民黨黨團的本條意旨 有部分已經吸納在民進黨 修正動議第三條當中 簡言之 因為防疫之必要 而接受隔離或檢疫者 不只是身體自由受到拘束 如果他是受雇 或者要從事工作也會得到影響 那麼看到國民黨本條的意志 主要是針對受雇者 應該要有給價的規定 關於這一點我們是禁表同意 因為在民進黨同樣的條文 的第三項 我們也是要求不可規則於受雇者 這樣的防疫需求 因隔離檢疫 而無法出勤者呢 應該給予價 但是這個價呢 在公私利益機構呢 有所不同的規定 有的是由薪 有的是不給薪 那麼以這樣給薪或不給薪的規定 我們認為既然不能規則於雇主 如果雇主願意給薪 在民進黨的第四條當中 我們特別針對 如果雇主給薪 也就是國民黨所說的公假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 該企業雇主呢 他得以在他的稅戶抵檢當中 給予百分之兩百的抵檢 換言之 如果員工因為防疫需要 被隔離或檢疫 而不能出勤者 雇主不只給予假期之外 給予假給公假不用出勤之外 可能雇主呢 給予他薪水 還可能要另外雇用其他人來取代 那對雇主來講 他不是一倍的支出 是兩倍的支出 所以呢 在稅負抵檢上 我們鼓勵雇主 不只要給員工有薪假 對於雇主 因為員工不能出勤 而造成的勞動力的空缺 他另外雇用的人 所生的費用 我們應該也準與他抵為費用 在租稅上予以優惠 換言之 在民進黨的設計當中 我們對於防疫的補償 是以全民皆有 不論老女老少 不論八歲八十歲 不論有無工作 不論受雇 或者是自營作業者 但是呢 在給價的部分 由於這涉及到受雇者 才有這樣的一個待遇 因此呢 我們主張 除了雇主不得對勞工 有不利的對待之外 我們認為也應該給雇主 願意給薪的 給予他 在稅負上的優惠 因此呢 在這一點上呢 也呼應了之前 所謂的防疫照顧價當中 公務機關 人事總處所說的 因為公務員本來就有試薪假 試薪假可以長達兩年 但是這兩年是給薪不給薪 給薪不給薪 所以從公務機關來論 公務機關給予員工 給予公務員 照顧直系尊親署 所必要的試薪假 雖然可以長達兩年 但是公務機關是不給薪的 那原始規定 我們認為呢 在這裡照顧假 或者是防疫而產生的 人身自由受限制 之不能出勤者的假呢 必須給予區分 而他的補償呢 也應該透由說服的方式 來呈現 以上說明 謝謝 謝謝總委員 接下來請賴士寶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院長 院長各位先進 我想這一條國民黨團 所提出來的 很簡單很具體 就是給價又給薪 這裡面的薪是包括要隔離的 因為受到隔離 他沒有辦法工作 他沒有收入 這一部分的收入政府來支付 而隔離同時也有人來照顧他 照顧假也給 國民黨團的主張很具體很簡單 就是受合理的人給全薪 照顧的人給六成薪 就這麼簡單很具體 然後我們看到行政院 剛才宗家兵委員 他是黨團幹部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行政部門只有給稅的扣底 這一段差八糟啦 差九糟啦 差有夠多啦 我覺得大家面臨 這一次突如其來的一個天災啊 這麼大的事情 朝野願意坐在這裡 部分黨派 那麼大家很認真地仔細來 評估這樣的一個條文 我覺得是不是大家多一點愛心 我們多一點同理心 請問各位 難道有人想願意特別的 願意去得到這個病毒 啊啦你這個錢喔 會這樣子嗎 不可能嘛 絕對不可能在土地下賣賭啊 而這時候政府 我們提出一個紓困條例 就是政府的力量來幫助大家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行政部門 斤斤計較啊 我算你算 台灣現在來講的話 黃毅做得多好啊 做得這麼讚到 老實講 真的直接被隔離的人數用到的錢 不會太多啦 按照我們的標準幾億而已啦 真的我們這次的特別條例用的錢 用到最多是未來的 我們的供應鏈斷鏈 材料沒有了 對企業的紓困 對企業振興的產業 因為這部分的錢可能用的比較多啦 真的對勞工部分用的錢不多 為什麼 你還是斤斤計較 而只要給他所得稅的一個課稅 稅 稅付的減免 稅付減免有一個前提喔 這個企業要賺錢喔 各位 如果這個企業因為 新冠病毒而虧本了 他哪有的空 所以 行政的版本到底是 看得到吃不到 國民黨團的版本 謝謝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請陳玉珍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今天院會討論這個特別條例 最重要的意義就是 我們朝野不分黨派 都能體會到這個病毒對台灣的影響 為了保障全國人民的健康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 希望可以快速的刪讀通過特別條例 編列特別預算 不僅讓防疫人更有資源更有效率 也期待在振興產業及紓困上 政府能真正加繪到需要幫助的人 即使我們在野黨團願意配合行政院 快速的通過這個特別條例 但是針對特別條例的部分條文 我們國民黨團仍然希望政府 能夠真正的照顧到人民的痛苦 舉例來說 防疫隔離架和防疫照顧架的制定方面 國民黨團希望隔離架比照公價 及給予全薪 照顧架也要比照 易英留庭政府給六成的薪資補貼 我們昨天聽到這個勞動部許部長說 武漢肺炎跟當年的SARS疫情不一樣 現在居家隔離的人比SARS那時候還多 考量防疫資源有限 認為不應該普遍的發給照顧架的今天 如果真的發放補償大概需要90億 然後想請問許部長 如果法言依據是災防法 請問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制定這個特別條例 如果需要90億的補償經費太多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通過這個特別預算 昨天我們立法院花了十一個小時 討論這個特別條例 我們打算在開議不到一週內就三途通過這個條例 我們今天的目的不就是要授權行政機關 給他法員給他預算來讓這些受隔離的人 照顧隔離的人讓他有一個無後顧之憂的環境嗎 如果今天我們不給他公嫁 你認為有多少的民間企業有多少的勞工 會真正的如許部長所說 不會對勞工有不利的情形 既然疫情的發生不可規則於勞工和雇主雙方 而防疫隔離政策是攸關全體國民健康安全的重大政策 對於這些被隔離者需要去照顧隔離者的人 就應該由政府來補償他們 讓他們在隔離的時候 不要再為生計來發愁 同時降低他們隱瞞疫情的風險 這樣不是更有助於疫情的防治嗎 昨天的整個協商的過程 我們只看到民進黨團 把自己當作行政院的立法局 完全就是按照行政的版本在護航 我們國民黨團所提出的 所謂有利於我們國民的這些 不管防疫照護架也好 或者醫療的疫苗補助也好 民進黨團完全視而無見 這個是一個新國會的開始 我們希望新國會有新的氣象 要記得自己是中華民國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面報告 林毅華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所有表決 以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請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委員會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紀錄表決 紀錄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致天 OK 謝謝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